慈青日2015的主題是 效法鮑姓沉使命熱愛青年救靈魂 這也是配合我們全球持有會 為慶祝DB200一個很重要的鮑絲高神父 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遺產 就是鮑絲高神父承擔著天主給他的使命 我們都很希望藉著慈青日這個相聚的機會 青年是感受到鮑絲高神父的使命 是多麼美麗和重要 藉著效法鮑姓我們去尋找我們每一個人的使命 和很喜樂地一起去救青年的靈魂 所以我們今天整天的流程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回到鮑絲高神父的時代 他所創立的慶禮院 因為在慶禮院當中 鮑絲高神父就是實踐了他的使命 讓青年是很開心地聚在一起 而找到天主 我們都很希望 亦都很深信 今天整個慈青日 我們真正是能夠將一班青年相聚在一起 然後去分享耶穌基督的愛 今天參加了整天的香港慈青日 我覺得話劇那部分是令我感到最深刻的 因為話劇那部分真的令我感受到我的使命是什麼 天主給我的使命 我覺得我的使命是以青年帶動青年 可以互相感受 感覺好像慶禮院在現這一刻 鮑絲高神父就是主張 要我們一起以青年帶動青年 一起玩樂 一起熱愛上主 我覺得今次的慈青日活動是非常好 今年就很新鮮 除了因為DV200之外 就是因為我們是從來沒有試過可以 好像今天這樣 好像慶禮院這樣 可以很自由地參加不同的活動 又可以去看閃避球、排球 現在台上也都是有Bang Show 所以就很開心 整個人就是很開心 因為慶禮院的工作 從以前它是最基礎和青年人相處的一種方式 可是今天早上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都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是在參加活動或者在活動當中 我必須隨時都保持一個正面的印象 或是給予他們正當的表現方式 去帶領青少年往正確的方向 去表演、去解釋、去表現自己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慈青日感 我覺得今天的緊張很深刻 亦都很開心 因為可以和一大群人一起玩 這次我們很幸運從澳門來到 亦都感受到香港的慈青日和澳門的慈青日 都有不少的經驗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更加領略到以前 鮑斯高神戶創立的元校之間那種團結的精神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學習和體驗的機會 今天其實很幸運 因為有很多神父在陪我們 真的很難得 現在好像剛剛那樣 很多神父一起唱歌 這個場面真的這麼久都沒見過 最前總會獎 都來賣 真的很難得 這次我們很難得才來到 200周年鮑斯高的誕誠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幸運的一件事 當我見到他們很認真地去寫這個磚頭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對這個使命和願望 是充滿著期待和盼望的 但是他們心目當中 相信是面對著很多的挑戰和困難 但是天主往往都會派很多人去幫助這些青年人 就正如他召叫了鮑斯高神父 創立了慈友會 讓很多的慈友會會事去幫助這些青年人 我想為我在整個慈青裡面最深刻的一個環節 一定會是彌撒的部分 適逢鮑斯高神父誕生200周年 那個意義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整個彌撒的部分 我也感受到鮑斯高神父 是跟我們臨在一起 而且我們的前總會長 查偉詩神父 他也來到我們當中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彌撒 就是零細有一個不同的感覺在裡面 還有一個組長 我認為在當中是可以充分感受到 鮑斯高的那份神恩